好久不见三岁居然已经打上了人榜第五 面对的是肖哥的捷克祭司囚徒并换古董 大家好 我是本期大伙观战来观战一下三岁囚徒 这把的话 穷子这套阵容不是特别的稳定 但是他们修机快 有祭司有古董 拔高上线 但是阵容脆的跟纸一样 对吧 几个飞轮 三岁这边不会飞轮双坛吧 目前来看古董上一个飞轮 囚徒我不知道有没有飞轮 上来追囚徒 确实是囚徒应该这套阵容当中最好抓的一个 但是三岁这边如果带个飞轮 躲掉误刃的话 交电 一刀误刃打中 看样子应该没有飞轮 他有飞轮可能就这波 交飞轮不交电了 大概率下一个误刃就带走了 这个以肖科解科的操作 这个地方一个囚徒 你让谁来都不好使 还交了个眼 知足吧你 我都已经眼都交给你了 你还想怎么的 对不对 眼 误刃 全给你了 面子够大了 带走 并换来救人吗 并换就在旁边 这把的话 穷子的修机速度很快 看一下要不要通过薄命配合大洞来打一些操作 要打的话这边得连了 并换这边机子修掉 位置 杰克这边倒是没有往这个方向去 大洞是连了 连在哪呢 并换这边浇钩子 那这样的话并换怎么地把人应该是救下来了 即便吃到这道巫人 他也能把人救下来 大不了被你追个双岛 这里的话是想要去穿大洞 杰克这边不着急 卡一卡 这个洞有点远 祭司兵应该是想再补一个洞过来 再补一个洞过来 两个人毕竟是开黑的 这个洞交个电 穿走 还是让他们给穿走了 不过还行 误刃打的 然后这边有雾气 晋升 一速快 即便你摸起来 要么杰克过来的时候 你再开波车 然后再回到地图的另外一半 摸是能摸起来 这边再开波车 打个洞上去 两个人一块开车走 杰克 不会过河 不会过河吧 不会过河吧 不会过河 吧 还行 没过河 但这波大洞也确实是延缓了杰克这边 不只是延缓了 极大程度上的延缓了杰克的这个二挂 以至于这边古董商的机子快修完了 就这一波四人开门战了 哇哦 听我的语调 哇哦 杰克 有办法吗 杰克的办法是什么呢 刚才拦住这个病患 让他没有机会套这个搏命 要不然好像真没办法 前期抓人你说慢吗 也不慢啊 对吧 该怎么样怎么样 而且还是一刀无刃开的密码机点亮了 哇哦 确实啊 这个阵容我刚给大家讲了 他们的上限是非常高的 因为知道这种休息速度够快 其次呢 祭司也确实给到了一个逆转级别的大洞 逆转未来 这里囚徒有个电 往前冲 这边祭司还要来给斗 差不多得了啊 交个电 古董商这边点一棍 哎呦我去 嘿嘿 这个误刃够准 还想走啊 小兄弟 打得好打得好的 这把真的好 拜拜